民建党的委员 我不知道他们脑筋里面在想什么 而且真的就是到处都是讲 一些事实而非的事情 我们这是退回的是明年的预算 是退回明年的预算 在今年的所有的预算经费 早就在今年这个年初的时候 就已经通过了 他们就在执行了 跟现在发生的水灾 然后要去做这个灾后的建设 或是做损失的补偿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还有钱的啦 怎么可能会没有钱 那明年的预算 是因为中央政府 它编列的不合理 它该编的不编 我们立法院 我们都修法通过了 行政机关就是要依法行政 不能讲说 他们认为该编的 他们才编 他们不想编的就摆烂 所以我认为说 基本上这卓荣泰 这卓内阁 你们才是真正的蛮横 完全不甩立法院 然后把立法院的话 当耳边风 这个把立法院当空气 我们在这边讲讲讲 然后你们不做就不做 所以这次退回总预算的目的 就是希望行政院 你该编列的 赶快提预算的修正案上来 大家也不要误会说 以为说我们就算是这个预算 迟迟审议没有通过 会影响到下年度的各项的补助 今天不会的 这些都不会的 影响的只有说 他们新提出来的新增计划 对 那么如果说已经过去 常态性的经费的补助 该做的建设这些的话 是不会影响到的 赖清德最近先跑了一趟台南 又跑去万里 被人家说 奇怪怎么不先去万里 不过没关系 他去了就好了 他强调明年治水年度预算 是551亿 他非常希望这笔预算 能够尽速审议 事实上他在国庆晚会上 也在讲这个 人家晚会是来开心的 他的晚会是来搞各种政治秀 各种政治宣誓的 希望地方政府同心协力 进行治水计划 可是问题是 你要人家通过预算 你要先解决你预算的问题 你用话下来把人听到话 不然这样好了 那你干脆就当皇帝 你本来就想自己当皇帝 所以清德是暴君执政大总统 真的是这样玩 可是绿委像黄杰 还在甩锅 我们来看一下黄杰这篇脸书文 非常的瞎 他说 我们遗憾我们善尽职责到场表决 无法改变蓝白的傲慢跟蛮恨 国民党跟民众党以56票多数 再次杯葛掉预算 救命一刻不能等 毫无道理的杯葛最终伤害人民 不是啊 如果照你这个说法 以后只要有水的话 你任何包藏货薪或者各种的预算 你就可以随便通过吗 预算都不用实质审查的吗 你科目编冲 你都不用从来 六月就告诉你说 你原住民的预算在哪里 你工粮收购的预算在 你健保点值预算在哪 跟你讲了讲了再讲讲了再讲 你如果真想那么快通过 那你上周五的朝野和解宴 为什么要延期呢 是 对不对 这一次灾情是很踩重 主要在踩损嘛 人损就是一人死亡两人受伤 那你要演什么演 所以说讲一句干话 真的委员就太夸张 那黄姐又来了 这个民进党的委员 我不知道他们脑筋里面在想什么 而且真的就是到处都是讲 一些事实而非的事情 我们这是退回的是明年的预算 是退回明年的预算 在今年的所有的预算经费 早就在今年这个年初的时候 就已经通过了 他们就在执行了 所以淹水 如果说会没有这个钱 去做灾后的 这个灾后的建设吗 其实是有的 因为这个钱就已经在那里了 根本跟现在发生的水灾 然后要去做这个灾后的建设 或是做损失的补偿 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在才十月初 现在才十月初嘛 他们还有钱的啦 怎么可能会没有钱 那明年的预算 是因为中央政府 它编列的不合理 它该编的不编 我们立法院 我们都修法通过了 行政机关就是要依法行政 不能讲说 他们认为该编的 他们才编 他们不想编的就摆烂 完全都不编 然后我还记得 卓榮泰讲说 这次的进法补偿条例 他的费用是增加一倍 因为从原来是一公顷三万 然后修法通过之后 变成一公顷六万 这个预算暴增了一倍 所以认为说 这样的编列是不合理的 我告诉观众朋友们 我不是去调查了 这个中央政府的 媒体宣传经费的标案 很夸张的是说 很多机关 他们编列的 媒体宣传经费的标案 都超过八倍十倍之多 那奇怪了 增加八倍十倍的预算 那就可以 人家不过是一倍 而且是我们法律通过的 就说不行 这实在是太夸张了 看看这次的内政部 我记得他的这个媒体宣传经费 就多达两倍多吧 然后农委会 反正我有做了一个标 之后我早就会把这个秀出来 让大家看 太夸张了 对所以我认为说 基本上这卓荣泰啊 这卓内阁 你们才是真正的蛮横 完全不甩立法院 然后把立法院的话当耳边风 这个把立法院当空气 我们在这边讲讲讲 然后你们不做就不做 所以这次退回总预算的目的 就是希望行政院 你该编列的 赶快提预算的修正案上来 不是说不可以 在过去都有一些例子 把立法委员现在我们这边在乎的 你要依法要编列的 立刻就用这个 增列预算的方式 或是修正预算案的方式 你再送到立法院啊 我们并案处理就可以了 那一直将在那边是有什么好处 好像把他们 他们好像把这件事情 当成他们一个政治筹码在耍 奇怪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增列而且 一点都不困难 而且他有200亿的财政剩余 是 那200亿里面 这个全部编一编 我记得也不到100亿啊 不到 那你这有什么难拨的 到底卡在哪里 就唯一一件事情 就赖神老抽风嘛 我得中就不要给你过啊 老子就暴君啊怎么样 人民死很重要吗 那么234天不禁一会死了 50几个台湾人很重要吗 你还不是要七成多支持我 见到赖神何不跪下 对 这就这种心 这种真的很夸张 这种很夸张的心态 对 而且呢 大家也不要误会说 以为说我们就算是这个预算 迟迟审议没有通过 会影响到下年度的各项的补助啊 津贴 不会的 这些都不会的 影响呢 只有说他们新提出来的新增计划 对 那么如果说已经过去 常态性的经费的补助 该做的建设这些的话 是不会影响到的 对 对 所以民进党政府就是不断的在放谣言啊 你知道有一个人造谣造的更厉害 吴思瑶 吴一天不造谣 吴思瑶今天又造谣了 他在参加这个关渡公妈祖文化节的时候 跟蒋万同台 他就说 蒋市长你知道蓝白二党预算吗 如果没有灾防预算 如何救灾必灾 市长你知道吗 被国民党卡住的治水防灾预算是365亿 你要是这个每天都认真的治国 这个365亿真的有发挥功用 现在就不用编365亿 好不好 对民进党执政八年 编了多少钱去做治水预算 就还是照样淹大水 你知道那个 不要再讲说这是什么气候变迁 气候异常啦 赖清德最经典的啊 他在台南治水说30年 好我们把它搞定了 结果三爷公息的事情吧 八个月后就延迟了 是 所以呢根本就已经把治水预算 就像丢在水里面啊 这都不见不见踪影啊 说到他接下来再编这500多 我都认为说 是真的能够去把治水做好吗 还是根本就是人为的问题 对这个我们 台湾的老百姓真的太善良了 我们大家都认为说 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地方建设好 所以愿意就是多编预算经费 去做相关的建设 可是真的 我们钱花出去了 没有看到任何的效果 我们现在的公共建设 跟其他国家比 第一个 很晚才完工 对 人家是三年盖一条地铁 或是高铁 我们是10年20年 都还没有一条完成 然后第二个你的工程品质 也不见得好啊 对 对 所以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现在就是好不容易就说 蓝绿在把关预算 我们很重要的目的是 希望能够把钱用在刀口上 不该花的不要花 该花的该编的 你装你这个行政单位 行政机关 你当然要编啊 那不能够说 他们也在那边耍个性 反正我也不需要依法行政 你立法院 你自己通过的法律 那是你的事情 反正行政权在我的手上 我觉得他们现在态度就是这样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